近日音乐剧《白夜行》登陆上海 而韩雪也将首度挑战音乐剧 并且是饰演一个反派角色 这些年我一直在说 我想演一个反面角色 雪碎应该是能够在舞台上 毫无顾忌地去演一个 还让人似乎有一些喜欢的反觉 演惯了传统意义上的善良女主角 这一次韩雪饰演的唐泽雪碎 是一个表面温柔美丽 内心却藏着许多秘密的人物 为了这个角色 韩雪流出半年的档期 专心拍剧 你喝多了 我其实特别慌 是因为我本身其实不太运动 所以我当时最担心的 就是体能上跟不上 三个多小时的演出 对演员的体能 确实是不小的考验 不过从首演的表现来看 韩雪似乎完全克服了这一难题 而另一韩雪印象最深的 则是最后一场戏 因为是之前所有电视剧版 和电影版中都没有的桥段 结尾其实我们补上了 雪碎和亮丝的潜台词 因为在小说中间 确实雪碎真的就是 很无情地转身了 但是我觉得 其实你说她心里没有波动 她没有想过亮丝这么多年 为她付出的这些 我觉得肯定会有 但凡是一个女性 她一定心里会有波澜 其实我们在舞台上 用一种可能写意一点的方式 把它呈现出来了 音乐剧不光得会演 还得会唱 其实韩雪早在六岁 就加入了苏州儿童合唱团 之后还参加了很多 全国级别的唱歌比赛 拿到不少奖项 出道之后 也是先签约了索尼音乐 所以会演会唱 说的就是韩雪本人了 我喜欢那个最后一首歌 《Beside You》 就是梁思作《跳楼以后》的那首 我觉得每次唱 确实从心里的那种感情 就会涌动出来 韩雪天地上海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